那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数据科学训练营2023春季班的在线打一会 我们以前叫open house 但是很多同学问我们说什么 为什么叫open house 我们觉得也比较难解释 所以干脆给他叫做在线打一会 那就是按照晚常的惯例 我会先回顾一下过去的一些数据 然后再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这一次这个camp的安排 我前阵阳了 所以说现在还会有点咳嗽 大家就是担待一下 那么我们最为第一步的话 就是先来看一下2022年的整体数据 这是2022年的一个offer的统计 这边我们2022年很多同学在找工作 但我们这边只统计了 第一是只统计了美国的数据 有些同学是在加拿大 当然也有澳大利亚的 还有欧洲的 但是我们因为人数比较少 而且他的整体的薪资的构架和美国的差很多 所以我们这边就不统计了 这边统计的全是美国的 第二个就是说 关于这边统计的有些同学 他是没有找工作的 没找工作没法统计 还有些同学是他在没有找 data scientist的工作 或者说他没有换工作 他是在本公司 他没有换公司 他还在本公司 他转赶了 那像这一类的话 我们也是很难去拿到他的整体的薪资信息 所以这方面也没有统计 所以说我们统计的是在北美 2022年 然后能够换了公司 找到了data scientist的岗位 的这些同学 还有些同学是他拿到本职的工作 我们也不统计 每次都有 所以说把所有这些不相关的都排除掉以后 我们是统计了55位同学的信息 这55位同学一共拿到了117个offer 中位数是145 大家可能也发现了 发现整体的分布 它是没有什么的变化 我记得我最近三次的统计 它略会会有点区别 但是整体的range和它的中位数 都非常稳定 都是145 这也是个好的事情 说明我们这边是已经比较收敛了 可能数据已经足够大了 然后就是他们有什么特别大一个变化 当然这边的薪资的话 它是total package 就是它会包括一部分的 如果有股票的话 股票会算进去 你有那些annual bonus 我们也会算进去 当然这边就是说 如果你是超过我们中位数的 往往才有股票 因为你比较少的话 一般它也没什么股票 它基本上就是底薪 加上5%到15%的一个bonus 就是这么个情况 除非你超过145以后 才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包括股票之类的 而且这边股票的话 我们也只是统计上市公司的股票 有些工有些同学加入是start会给一些options 但是那些上市之前的startup股票是不值钱的 你根本不知道值多少钱 所以说那个是没法去收 我们也就不统计了 所以说这是一个分布 最低的是8万 最多的是30万 这边30多万的基本上都是外区的 此外就还是我经常强调的 如果你是一个phd 就是尽量不要接12万以下的offer 有些人觉得很着急 我觉得可能也是做博士后穷太久了 看见就是有9万10万也觉得挺多的 那个没有必要 不要那么着急 跟着我们的节奏 这个一般12万以上是容易 就是还是能够保证的 而且大家可以看得见 就是所有这些offer 85%的都是高于100 就是说至少不低于12万的 这是个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硕士其实也基本上就是这样 基本上就我们camp的同学 你们就是有大概率能拿到12万以上的 对此外的话 而且我想再强调点是这边的offer是117个offer 对吧 就是每个同学就是你你多拿几个offer以后 不听不一定要几个小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当然我们这有更多的数据 就是我们也统计了一下 对我们我们之前统计的数据 同学还不包括什么的 还不包括那有些同学是已经拿到offer 但是他还没有签的 就是我们这张图里面 有些同学是拿到offer 他还没有签 像有个同学拿到那个不借几个了 应该是7个还是9个 然后他到今年才签offer 到2024年才签offer 所以说他的数据也没统计在里面 所以说这是我们统计的是已经签了offer的 2022年签了offer的同学 对然后这边就是说 这55位同学 他们的拿到offer的一个数量 就是可以看得见就是45%的同学是拿到一个offer 55%的同学是拿到两个以上的offer 最多的6个对吧 但我还说过还比6丢更多的 但是它是今年签的offer 所以说我们就没有算到2022年里面 然后这边很重要一点是说这个平均值是2.1 2.1 但是很重要一点就是说 那是全年的 大家也知道2022年上半年情况比下半年更好 我们当然统计是上半年的offer的话是平均是2.5个 大家平均拿到2.5个offer 但是到下半年以后呢 一方面可能是经济情况不太好 另外方面有些同学也是觉得经济情况不好 他着急去签 然后就后面就是 单个offer的数目增加很明显 所以说全年统计就变成2.1了 是吧 上半年是2.5 全年是2.1 这就是我们拿到offer的情况 所以还是那句话 大家不要着急的 就是说根据我们节奏 然后把这个东西节奏做好的话 应该是多个offer的 我看有同学问问题了 我后面会统一回答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打 不是你是在zoom上还是在youtube上 你打那边我后面我这边看得见 我后面会统一回答 好吧 我先把这讲了 然后呢 这个就是我们每个月拿到offer的情况 这55个同学的offer在每个月的情况 这边呢挺有意思的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得见 这个拿offer是有明显的季节性的 就是春季一波 秋季一波 我们整个camp的设计呢 也是也是就是说 根据这个季节性 进行优化的 所以说我们是春秋两季是慢班 春季班是在秋天找工作 秋季班是在春天找工作 然后能够冬夏两季的这个快班 也是赶在春秋两季找工作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找工作的时候就是说 如果来我们这边学习的话 一定要跟着我们节奏 那你千万千万不要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 在比如说今年的这个 去年的秋季班 对吧 现在刚结束 那现在是2月份 那现在就是应该拼命求职的时候 千万不要说现在我很忙 我我这有同学的确真的有同学跟我说 他说我现在很忙 我5月份才找工作 你就看这张图对吧 你5月份开始找工作 其实没什么意义 啊 这个567这这三个月 这个除非都很长 你5月份开始找工作 你就干脆从8月份开始找 就不要不要去那个 不要说就是你找工作的时候很忙 这个事情要尽量避免 在才我们看之前 都要尽量避免 好吧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此外呢 这是我们来统计一下最近几期的成功率 这个其实应该有挺有参考性的 首先呢 下面两个绿的是2021年的秋季班和冬季班 他们是在2022年的春天结束的 然后你可以看得见那个那时候经济比较好 找工作非常快 然后成功率也变高对吧 比如冬季班百元一百秋季班有一个同学还没拿到offer 当然那个同学的话 他其实拿到了很多很多的面试 但只是说他自己的一方面几个问题 还有另外一方面的话 他自己个人的一些时间安排 没法就是全力以赴的去持续去做 所以说他还没拿到offer 但他前任也联系我了 他想说最近再开始找工作 这当然可以的 这是成功率非常高 第二个呢 就是耗时中位数也很就是 耗时中位数怎么算呢 就是说一半的同学拿到offer的时间 也可以看得见 就是在2022年的春天 这个情况是非常好的 秋季班就是22天 就一般同学上岸了 那个拿到offer了 那个冬季班的话17天 也就是两周到三周左右 就一般同学能够上岸了 那 那这两个红的呢 就是2022年的春季班和夏季班 那他们拆找工作就是秋天 就是2022年的八九月份 大家可以看到到这边就是说 第一个呢 就是现在成功率还不是很高 对吧 一个百分 一个百分之三百分之七十八 而且耗时中位数也比原来长了很多 春季班47天 夏季班69天 这就变成那个原来的就是大概 两周三周对吧 那这边的话 就是将近七周 七周的话就将近三个月 这基本上是两三个月 然后才一半同学找到工作 这的确是 经济下行是有影响的 然后再详细一点 就是说 2022年春季班对吧 我们是40个同学参加 有4个人是他后面决定说 但是不求职了 有2月9个人拿到offer 那这边的话就是还有七个同学 目前还在找工作 那这个七个同学中呢 其实有不少 其实是那个 他们是那个还在学校比还没毕业的 还没毕业 所以说他们找全职会有影响 因为别人会问你什么时候能够工作 就像去年秋天的话 我们原来想是去年秋天可以参加校招 拿到一些intern或newgrad的位置 但是因为经济不好的话 这个intern或newgrad的位置 几乎就没有 几乎就没有 非常非常少 然后他们去找全职工作的话 就会发现说 很多人 问他们说 你这个什么时候能够开始工作 他们说明年5月 那这样子全职的话 很多人也基本上就不理他们了 所以这也是造成这个春季班找工作 比较慢的原因 那现在的话 他们今年5月份就一部分同学毕业了 所以说他们今年就是上半年的话 拿到offer的情况会比较好 而且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就是去年秋天其实没有多少intern的机会 但是今年春天intern机会好很多 今年我们好像一口气都拿 就是现在2月份 现在拿三个intern了 有三个同学拿intern 但他们是在校学学员 对吧 他们在校学同学拿了intern 所以后面争取拿旅程offer 就是这个情况 还有就是说春季班还有几个同学 就是我后面会会仔细说 真正真的是没有跟住我们的节奏 大概有三个同学 是因为没有跟住我们的节奏 所以说找工作会比较慢 这个我会后面再相继说一下 那到下季班的话 78%对吧 18个人参加 两个人不求职 14个人拿到offer 所以说现在也就两个人没找工作 这两位同学呢 我们也是主要也还是一个是还没毕业 一个就是在校学生 还有一个就是真的没跟住我们的节奏 那两位同学如果能找工作的话 基本上这边就这个数据就比较好 这就是过去一阵子的情况 那去年的2022年秋季班和冬季班呢 就是说呃他们现在已经就是秋季班是已经是上个星期六啊 节课啊 然后呢 我们还做了一次那个毕业典礼 所以说他们是现在就是刚刚开始学生性的在找工作啊 那目前的话 这我们是一个60个同学参加 现在已经有5个人拿到offer了 啊 已经5个人拿到offer了 嗯 然后冬季班呢 是20个人参加 嗯 然后呢 有一个同学已经拿到offer了 但是冬季班的话是3月11号才结束啊 所以说他们现在还在上课啊 但是那个 简历才刚改改好啊 应该是上周才刚改好简历 应该是这时候开始投啊 呃 但是一个同学已经拿到offer了 呃 然后呢 就是今年春天情况到底怎么样 我们现在还在看啊 这个我们没法去抑制 只能说看这个情况怎么样啊 但目前从目前大家找工作的情况 投减利和反馈情况来看的话 啊 也还好 啊 就是说经济不好 并不表示完全没有机会 只是说这个机会变少了 竞争压力变大了啊 啊 那这边的话 只是只是说大家应该要更努力一些而已啊 就是更珍惜每一次的机会而已啊 所以这个数据大家可以看得见啊 去年秋天经济那么不好的情况之下 我们这个数据也能达73%到78% 对吧 今年春天呃 这个也是所谓的经济不好情况之下 那像秋季班刚结束就已经有五个同学的劳动 对吧 所以说并不是说啊 现在经济不好就完全没有机会啊 这个我后面会再展开来说 呃 然后这个呢 就是说我们进行的一些教学内容迭代啊 前面的话 我在晚期都介绍过啊 我们有什么面试题库呀 啊 简历生成器啊啊 什么求职手册各种手册对吧 我们都有增加 嗯 到了2022年冬季班呢 就是因为大家找工作情况会比较差一点 啊 那么我们的策略呢 就是说珍惜每一次那个找工作的机会啊 所以说我们在这一块的话 就是加强了很多关于面试复盘啊 就是以前呢 就是面试复盘都是啊 同学们自己组织的 然后我们开始官方组织面试复盘啊 然后呢 而且我们也发现了呃 随着经济压力变大以后呢 大家找工作比较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啊 就是第一个简历啊 就是有的时候之前的话 经济好 你简历写的不是很完美 也能够拿到很多面试啊 但是现在的话 那个整体位置变少以后 那你对你的简历的要求就会更高一些啊 所以说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简历手册 并且提供小助手去给进行简历进行啊 就是在投出去之前就进行很好的一个检查啊 第二个就是啊 故事梳理啊 因为去面试的时候很大一块 就是说这个故事讲的线索 我我后面会说有很多同学就是找不到工作 就是面试讲的就是故事讲的线索啊 我们虽然前面已经提了一些这个呃 故事这个怎么讲的一个过程 然后就发现如果我们不进行非常仔细的一个定量的 流程化的检查的话啊 总是会有些同学做的不好啊 所以说我们也是结合了出这手啊 帮大家进行故事的就是提供非常详细的一个故事书里的一个一个手册啊 一步一步在怎么写啊 我们拆分成三步啊 进行要点进行每一每种进行拆分啊 拆分完以后呢 然后就是每个地方我们都是进行定量的通教程啊 这样子的话应该会非常有效的啊 让大家提高那个面试的手工率啊 还有包括这个求职步骤的要点啊 很多同学就是经常会在一些地方有一些呃 认识上的错误啊 做一些没有必要的步骤 走一些弯路啊 在经济好的时候这个问题不是特别大 在经济不好的时候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啊 所以说这三点 我们就是做了很多时间的这个一个梳理啊 形成了很多的文字啊 并且增加小助手啊 去处理这些事情 所以说我们期望是哪怕今年春天经济不是特别好 呃 在我们这么多的帮助之下 应该大家找工作的情况还会比较好一些啊 就是冬季班呃 我们刚完成的东西啊 那在2023年春季班呢 我们又会增加一部分东西啊 呃 就是呃 我们首先呢 这个简历生日器我们会进一步的改版啊 就是之前的话已经能用了啊 但是呢 觉得还是不够的好用啊 所以我们会进行改版 现在已经在做 做差不多了啊 然后第二个会增加这个故事的预述理 啊 呃 因为故事梳理的话还是很花时间的 很花老师的时间啊 然后呢 我们这边增加小助手以后会进行 帮大家进行故事预处理 预处理啊 后面会增加改故事的的这个速度和效率 呃 预备一些呃 预备一些呃基本的知识啊 这个都是我们准备在春季班开始一步的事情啊 呃 呃 那我看同学的问题了哈 你们这边先先先先写的这个这个这个问这个Q&A让哈 我会不会回答我来回答 呃 呃 呃 这个我想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说我们是怎么样帮助每一位同学找工作的啊 呃 呃 我们这边是呃 你们就是呃 哪怕学完之后啊 学完之后 我们每一位同学 呃 就是我们每一周都会跟进每个同学的进度啊 然后呢 每个同学数据啊 这边是每个同学的求职的数据 我觉得很有很有帮助 这是2022年春季班的数据啊 2022年春季班的数据 大家可以看就是每一个同学我的数据啊 哪个班的啊 叫什么名字啊 就是投了多少份简历 有几个hr的面试 有几个hire manager面试 有几个panel 拿到几个offer啊 然后转化率是怎么样啊 我们这边就会非常仔细的去跟进大家的这个东西啊 一旦发现你的这个数据不对啊 我们这边就这边就会就是进进行那个呃 给大家就是进去去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啊 呃 我觉得这边有有些数据还是很值得一看的啊 第一个呢 就是说 要投多少份简历能找工作啊 啊 我们这边可以看得见啊 这是大家所有都都加起来的话啊 平均值大概是450啊到500分不到啊 450到500之间 对吧 呃 呃 就是你可能一开始先投一两百分啊 一两百分投出去以后 你看下到底是呃 哪些行业和哪些岗位会对你比较感兴趣啊 然后你后面才会进行重点突破啊 所以说平均是投400多分啊 然后你大概会拿到二十多个的hr的面试啊 二十多个的hr的面试啊 那这边的这个转化率啊就是你简历投出去转化率都改好的话啊啊 呃大概是6%到8%之间对吧啊 这个中卫数是5.8%啊 平均值是百分之呃 整几百分之八啊 那就是说你这个简历就不错了啊 不可能百分之百啊 因为你投出去的时候各种各样的问题啊 呃 各种各样的原因啊 你不能控制的原因 可能你进入不进入不了那个面试那一阶段啊 这就是一个数据啊 然后呢 你呃 如果拿到有hr以后呢 大家能够从拿到hr以后进入到hiring manager啊 所谓他个interview的这个转化率 在我们看法里面大概是45%啊 就是你大概没哪没两个hr给你打电话 你就能有一个进入tech interview啊 你进到tech interview以后呢 你大概有37%啊 就大概三分之一啊 三分之一的概率能够进入进入到呃 那个呃呃 就进入到panel啊 就是最后一轮啊 然后呢 你进入了最后一轮的话啊 大概就是有42%啊 这个media是47%啊 这个min是42%啊 就是40%多的几率 你大概能拿到个offer 就是你大概有两次的那个on sign以后 大概就你就预期能拿到一次offer啊 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数据啊 而且注意这是2022年的那个春季版 他们还找工作的时候 已经是经济不好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在经济不好的时候 我们找我们找工作数据就是这样子的啊 这个应该很有很有个参考的价值啊 然后大家可以看得见这是标绿色同学 都是拿到offer的了 然后那些没有标颜色同学呢 就是都还没拿到offer啊 然后这边情况呢 我们也可以分析一下啊 因为我把名字block掉了 所以说这个无所谓 在第一个那个第一个那个空白同学 他是标紫色的啊 那这个同学就是他是在校同学啊 他那个找工作 他那个去年秋天的机会不是很多啊 所以可以看见他的resume的通过率不是很高 对吧 就百分之1.53 对吧 呃 所以说他拿到面试就比较少啊 所以说影响了他往下推进啊 那现在我们期望是今年春天 应该这个情况会变好 呃 那第二个空白同学这边啊 他投了1000多份简历 嗯 然后他的那个那个就没转到2% 其实还是不错的啊 但是他的他这边就差很多 呃这个同学就是呃 就是没有很好的跟注我们的节奏 那他虽然非常努力啊 去投非常努力去做这个事情 呃 但是他没有跟注我们的节奏 他这边什么什么问题呢 就是他从hr的highmanage这边去没有过去有很大的问题 啊 就是说他当时跟hr怎么去应对的 呃 而且我也问过他 我说你有没有把你的问题给记下来 啊 他说没有 对吧 我们是要求你在面试过程中把问题都记下来 你才能够去好好的去看一下到底是怎么没有说好 你你22个那个hr面试 你都没有拿到多少个highmanage 这说明你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有很多很大的个问题 然后你不记下来的话 你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地方处理 对吧 那这个同学我已经跟他说过了啊 他那个 而且简历我没存在给他改过啊 他也包括投简历这个这个地方 他投的方法也不太对啊 啊这个我们也是有专门的一个手册的啊 呃所以这边强调一下就是一定要跟着手册走啊 要不然会就出现这种情况就并不是你投的多重就最终能过的啊 啊这个每一步的转化 他都是有流程的 我们都是有总结的 一定要跟着我们的流程来做啊 然后第三位同学呢啊 大家可以看得见他数据都很好 对吧 百分之八百分之三十一百分之四十六 前面一直都很好 但是到offer是这块的时候 他就他就过不去啊 这个我们当时也是另外给来看完看 然后他这边的问题就是呃 用我们自己的术语叫做面试不收敛啊 他找到这六个面试都是不同的方向的 然后他面试题没法收敛啊 就是没法复习复习啊 然后这个主要的问题其实还是在简历这一块啊 然后这个同学我们现在也是在给他该简历啊 他也准备是那个休息一下以后 今年春天进行重振起舞重新在头啊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这边是怎么帮大家找工作的 我们有这个表每周都看啊 一旦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是呃 会去看就是我们这个一旦有问题 我们这边是立马看得见啊 这就是我们怎么帮助每一位同学找工作啊 呃 然后这边呢 就是一个同学的那个上岸感言啊 这是我们很多同学那个找到工作以后 都会呃 发表一段这个上岸感言啊 这个同学写的特别惨啊 也特别有代表性 我想就以这个同学的视角呃 然后带大家过一下就是说我们这边是呃 怎么样一个概念啊 我们经常说我们是一个相互帮助共同成长的社区啊 这个社区这个community概念是怎么回事啊 首先你可以看见哈 我们一点点来读啊 这位同学他说是感谢三位同学介绍我们录影啊 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情况 这是我们这边的很大部分同学都是呃 这些同学推荐的啊 我们非常感谢这些同学对我们的认可啊 呃 就是你看他有三位同学 那是我们三位同学啊 然后他推荐他推荐我们看他在我们这边了啊 然后呢 他加入了以后呢 他会有自己个小组啊 capstone小分队啊 他们叫小分队啊 他有各种各种的名字啊 这叫capstone小分队 还有叫致富小分队啊 不所谓 他们有个小分队 然后他们一起 他们是一起做同个项目啊 然后有一二三三个同学啊 一二三和三个同学对吧 他们是四个人一个组啊 一起做同个项目啊 然后他们一起反复讨论项目啊 而且进行某些人学习啊 然后呢 我们这边有很多之前的同学啊 就是像你上代师姐啊 然后给了很多的帮助啊 然后呢 我们有那个 然后呢 他们本本啊 就是二二年春天的同学吧 对吧 他那个有同学进行组织 那个讨论啊 这是很重要一点 就是在在一起讨论 在的学习才可能会比较快 然后再再然后就是感谢各位大神啊 这是因为每一期都会有些很多同学 在某些方面非常优秀啊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进行讨论 这可以取消不短的啊 他这边致谢了那个三位大神啊 都是他们都是他们的那个 他们同一同一期的啊 会对他们帮助这些同学进行答疑解惑啊 在技术方面的 然后这边也感谢小天使啊 这是这位同学呢 就是说啊 因为找工作过程中非常辛苦啊 学习过程也很辛苦 工作很辛苦啊 所以说有很多性格比较那个 性格比较相近的同学呢 他们就会互相鼓励啊 所以这边特别感谢这位小天使啊 这位同学啊 在技术上和人上 有很多暖心的讨论和建议啊 这个也是这是从那个 我们叫做mentor support 然后他这边又感谢了 这个好多位同学啊 然后他们有个专门的群细讨论 统计方面的东西啊 其实统计并不是那么重要 但是他们有个群细讨论啊 就是说啊 每个同学都会有不同的群啊 讨论不同的东西啊 这个是他们有这么一个这么一个群 然后讨论技术的啊 然后呢 还有这么多同学呢 就是帮助他进行那个面试技术的准备啊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同学呢 就是呃 可能就是之前一些同学 然后呃 他们跟他关系比较好啊 所以说他在面试各个阶段 他会去跟他们去交流 他说呃 感谢各个同学在各个阶段 被我反护骚了 骚了对吧 啊 然后还有还有很多同学就是会在一起自己室里面一起加油打气啊 就是他们会有近期的一些一些meeting啊 然后呢 你看你看很多同学都是指导他不同的阶段啊 到最后面他说是啊 我对吧 还有哥老师啊 然后进行指导 这个很典型啊 这个很典型 就是在我们看里面学习是怎么这种怎么样的状态 就是说大家一起在学习 一起在互相关注 然后在我们这边学习同学都非常优秀啊 要么是技术上的 要么就是就是这种那个metall support上的啊 然后呢 就是你可以跟很多同学进行讨论一些非常细节的问题啊 所以这边并不是说啊 你过来你就问头学学一个技术 也不是你过来以后 就是你让这老师给你一个个去改 不是的 这一群同学都很优秀 啊 然后呢 这边会有除了你自己那个本期的同学 还有晚期的各个同学啊 大家都会愿意的进行很多无私的帮助啊 会给你他们你有什么问题问的时候 他们都会跟你来说这个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 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是一个相互帮助共同成长的社区啊 而且我们就是而且这个我想强调一点啊 就是说如果你你对我们不了解的话 非常建议大家去那个领域上去搜一下 啊你真的搜到一些我们的同学 你可能就会发现有位同学就你认识 啊我们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群组啊 啊 这是那个二三年春季班的安排啊这个倒没有什么特别大区别跟我其实一样的啊 就是我们只是说今天18号啊明天19号就是早上截止啊 这边很重要就是说你要是呃想参加我们春季班的话啊 呃你要早脑票的话那你你在明天晚上之前你就得先报名啊之后的话我们就不记早脑票了啊 当然我也不不不要乱也是鼓励大家不要去在乎这早脑票还500块钱不多的好吧我们我们设立的早脑票只是说鼓励大家尽早报名啊以免到最后面一天的时候我们忙不过来 对吧所以说我们有个500块钱的off就是也就是说鼓励大家尽早报名 然后我们可以尽早的把一些事情做完才不会到后面的时候手脑脚乱 但你要如果你还没有考虑好你就不要着急啊因为五百块钱挣不多的我们正讨论的工作对吧哪怕是按我们建议的底线来算12万 一个工作日的工资就是500块钱你早一天找到工作500块钱就回来了啊所以不要在乎这500块钱对吧就是你如果还没考虑好你就多考虑一下 如果春季班你没有考虑好那你可以考虑到就是说如果你后面还想学我们还有秋季班还有夏季班对吧对不要着急我但是我还要强调一下是说如果你准备好了啊你也想说那个弄了三点票对吧而且我也鼓励大家自早报名了那就是明天就是截止好吧但是真正报名截止是3月5号啊就是说从2月19号到3月5号这边还有大概两周时间啊你就是如果你还没考虑好也可以再考虑一下好吧啊然后具体的这个呃 安排的这个这个这些这个呃时间的话就是先是派送课程五周啊呃我们会带大家过一下就是区域科学家所需要的个派送的一些内容啊呃会算得非常仔细然后呢4月22号到6月17号就是机器区域课程的这个核心课程啊我这边啊忘记改回来了啊其实这边应该是 不是11月底啊这边应该是应该是从那个呃应该是从5月份就开始的啊我就忘记改了5月份开始梳理工作简历和改简历啊呃这边也是这边是呃6月24号到7月22日做机器学义项目啊那我们应该是大概7月应该是7月上旬啊这边忘记改了这个是秋季版的东西是7月上旬开始投简历啊这是我们的这个情况呃然后呢我们这边的这个呃 然后7月29号到8月5号是西国课程啊这个不是很重要这属于一个good to have的东西啊然后从8月12号开始呢我们就开始为期一年的求职支持啊直到上岸为止那上课时间呢是每周六的这个呃西岸时间上午10点12点东岸时间1点到3点啊中部的中部的同学会比较辛苦一些正好在饭点啊大家正好安排一下啊周日的话是那个呃西岸时间上午10点到11点啊 呃啊那个呃下午11点的嗯啊这个呢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啊进行密识准备简险修改啊跟朋友们进行讨论这是我们主要上课的时间啊啊然后这个是报名流程啊还是还是我说的就是2月19号呃前报名有早鸟票ен算了吧明天啊午夜之前你报名都有早鸟票啊呃你们可以先报名啊因为我们其实还有后面很多 你要完成判断39要完成面试 这两个可以后面再做 但是你要先报名 当然报名完后你要快速开始做 对吧 你不要拖到最后一天 拖到最后一天很麻烦的 我不知道会不会就是人数会超 如果人数会超的话 我们可能到时候满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人 对吧 所以说这很重要先报名 有报名以后只要报名我就给你找票 然后你报完以后要完成判断39 而且如果你没 无论你有没有有有基础 我都建议从我们的零基础派档课开始 要不然很多很多那些非常简单的问题 你可能会再问 这个尽快完成 你争取在一周两周之内完成 如果你一周两周之内都完成不了的话 其实你应该考虑一下 到底这条路是不是你应该走的路 因为就是如果你转行数据科学的话 派档是天天用的东西 这是一个自学一个自测过程 而且这边也很重要 有同学问我说 他如果找了其他人问 然后把这东西做出来算不算 对吧 我也就想说这个是自测 对吧 你找别人帮你做出来 我也不知道 但是这有什么意义 对吧 如果你这边搞不会的话 你来我们这边学你更不善 所以说这边就是一个自测 你可以google 你可以feel free to google 你就什么语法知识不懂 有什么具体一些东西你不懂 你可以去查 你可以去收 对吧 你去做 没问题 但是肯定要自己完成 好吧 这也是自己对自己负责 来我们这边学同学都是成年人 这个没有必要说来应付我们 如果你自己没准备好 你来学 后面找不到工作 我们有损失 你也会有损失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完成Pi39以后会有面试 面试的话一般都没什么问题 我们主要是考察一个交流的能力 还有去看一下你的过去背景 是不是能够梳理出一个跟数据科学相关的一个代表框架 如果这两个都没问题的话 面试就能过 一般理工科的博士这个都没问题 然后现在还没有开营对吧 我们到三月中旬的开营 中段时间就是说你帮完名 全部都通过以后 做好以后 那你就入营了 入营以后你要开始做一群课程 其实我们已经有差不多20个同学都已经入营 他们已经在做这个课程了 而且有同学可能已经刷完一遍了 这个东西提前去做这个事情 这个并不是必须 但是你提前去做的话 会让你后面找工作会更快一些 这是整体的报名流程 注意事项还是那句话就是说 来学之前一定要确定 这个转含数据科学 特别是建模类的数据科学家 是不是你的目标 千万不要说我先学再看 因为时间是很有限的 而且学问会忘的 如果你这个发现目标不是很 不是很那个不是你的那个目标的话 这个还是你磨刀步 你多想一想对吧 把你的时间投入到你自己感兴趣的发展去 所以说你一定要先确定你的目标 适时于科学家 然后你真的是确定我们今年秋天开始工作 要不然你耽搁一下 你到明年春天你就忘了 所以说一定要确定目标 然后你确定完目标以后 一定要保证这个时间的投入 因为整整体学习 改简历 投简历都很需要时间 你一定要保证好这个时间投入 我们最低要求是每周20个小时 每周20个小时 你至少要保证这个量 你要保证不了的话 你学现在很辛苦的 你可能会跟不上的 但我们很多同学也是说 都是已经30多岁有家有口对吧 你这时候特别有孩子的话 这边一定要争取家人的支持 你也对有个支持 或者家里老人会过来帮忙 各种各样的事情 然后让你存出足够时间 你才能去学习 要不然课管上就不可能了 对吧 第三点就是紧跟进度 对吧紧跟进度 并不是你猛的一下学习就怎么样的 这东西一定就是说 我们很多同学都是一进来就非常着急 说我马上要去面试 我马上就是有同学内推会怎么怎么样 不要这么做 不要这么做 找工作才有个内在逻辑 你的东西 你的知识 你的各方面东西要梳理清楚了 你面试才可能过 你要没有弄清楚 你花很多时间去面试 对吧 你学习没学到 面试又没有过 这有什么好处呢 有不少同学都这样子 就是刚开始学习 就说我按开头典礼了 校长帮我看这个看那个 其实他基本知识 他都还不清楚 对吧 像这样的同学 我往往找工作反而更稳 所以说预速则不打 预速则不打 就一定要静下心来 查缺不漏 把这些东西整个建立好了 你到后面的时候 我们时间都是优化好的 你到了秋天 一起去找工作 就立马来拿来找工作 而不是你前面再学习的时候 你再投简历 后面投简历的时候 你发现你没学扎实 你回头再去学 这个东西就是很难搞了 好吧 最后给我强调就是及时交流 特别是对于我说的不怕得罪人 特别是男博士 好吧 我们男同胞 而且有博士学位的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大家平时在做科研的时候 都是自己在做自己的事情 就是很多这同学就是特别特别的特别轴 外面交流 像我们就有同学就是这样子 他很好 他找到工作了 但是花了很长的时间 他也非常 他的确非常厉害 的确是一个理工科博士 他每个阶段 他能够不断试错 不断试错 然后能够总结 然后总结完以后 然后步步突入下去 这个挺好的 但是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对吧 有很多的弯路 我们之前都走过了 其他同学也走过了 你跟别人问一下 你就你这个东西就没有必要自己去试错 我跟他同学说过了 但是同学就是从头打到尾 从头打到尾 哎呀 这个就是我其实我很佩服 就是的确总结能力很强 但是的确没有必要 他如果他有次跟我说 他说他突然他他面了两三次以后 总结出了一个东西 我说你这个为什么 你需要用两三次面试去总结呢 对吧 这个第一个其他同学就已经在说了 第二个呢 就是其他同学也面倒也碰到这个问题 对吧 是你在还没有面的时候 其他同学你去听一下面试复判 对吧 其他同学讲一讲 你就知道了 那你那两次面试就不用拿来试错了 对吧 就不会费了掉 你那两次面试 你就可能推到下一步去了 对吧 你可能就是比你原来时间 可能是节省了好几倍的时间 去把这个offer拿下来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好吧 就是每位你如果你有博士学位 而且你也是男同胞对吧 这个东西 对吧 我就不想真正正确了 不想真正正确了 但是这个东西你就是 想一想好吧 这个是一碰到这种事情 你要想一想 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好吧 这个东西是我们发现很显著的一个 让大家找工作比较慢的一个情况 好 然后我现在还回答问题 就是在具体回答之前 我先把这几个最常见的问题 给大家先回答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很多人问我说 现在经济 目前经济不好 是不是不适合转换 我想说的是 就是说同学 这个经济它会一直不好 对吧 你现在开始来学 我们秋天在这儿工作 还有半年的时间 半年以后经济好还是不好呢 谁也不知道 或许换句话来说 比如说2022年春季班的同学 他们来学的时候 经济非常好呀 那时候大家想得到2022年下半年经济就不好 对吧 这是这是这是想不清楚的事情 对吧 你现在经济不好 那过半年是不是好了呢 不知道 那这边要怎么办呢 第一就是你要看趋势 比如说你觉得转行数据科学 数据科学这个行业 本身是不是一个有发展前提的行业 对吧 你自己是不是喜欢这个行业 如果你觉得这个行业 你对你跟我 你的看法跟我一样 觉得这个行业的确是 他的确是各行各业都有需要 而且是一个在迅速发展 而且接下来5年10年甚至20年 都会有个很大发展前景的一个行业 那你就你就来学呗 对吧 你哪怕现在经济不好 哪怕就是秋天经济不好 那他总的经济好的时候 经济好的时候 你准备好 你就你就你就上岸了 对吧 然后第二个是他们的market 对吧 还是那句话 你别看到现在经济好 你就来学 现在经济不好 你就不学 对吧 你因为这个是错分的 你可能看到经济好的时候 你来学 学完后经济就不好 你可能经济不好的时候 来学 学完以后经济就好了 对吧 我们今天讲的一个故事 就是说 有的人买特斯拉都能亏 特斯拉长得10倍 对吧 他买股票 他看见涨 他就买进 看见跌他就卖 于是买特斯拉 别人都赚到盘盘盘盘 他倒亏钱了 这是典型的turn the market 而且之前我们有个同学 也分享过一个 他朋友的故事 对吧 2022年3月份的时候 经济也不好 疫情刚开始 他那个同学就是说 觉得经济不好 他就是先不找工作 他先去读一个硕士 对吧 他毕业的时候 什么时候呢 2022年下班 对吧 就是吃肉的时候都没赶上 挨打手一顿没落下 所以说 大家如果要转行的话 还是不要去说看什么经济现在好不好 这东西不是你能左右的 也不是我们能够预测的 关键是看这个趋势 你觉得这个趋势是不是一个上岚趋势 是 那你就转 对吧 你过来学 对吧 等到经济好的时候 你ready了 你就能上岸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就是有同学问我说 因为很多同学已经30多40多了 觉得自己的精力体力脑力都比不上20多岁 这好几个同学问我说 学习科学是不是要一直学习新的知识 答案什么是肯定要学 然后我说反问一下你在你原来的行业就不需要学吗 对吧任何行业他都在发展的除非这个行业已经就是已经将就目对吧 他就马上不行了那没什么新的要学你任何行业你做科研你科研你一直在做你是不是一直得稳先一直得学新的东西 对吧任何往前发展的行业都需要学习精进的知识 当然我在跟这些同学聊的时候 这些同学也说了他说他担心的倒不是学习 就是说知识更新很快 很多知识就突然就没有用了 不是好吧 数据科学这个领域他发展的话 他知识也是循序渐进的 更新的 并不是说过两年突然出个新的东西老东西就不能用了 不是的就是跟你们在做科研的时候也好 在其他行业也好 你们的知识的更新也是循序渐进的 对吧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大家都在做这事情 然后问题都是在工作过程中碰到的问题 工作中碰到问题以后改良方法改良方法 这个就是不断的会有新的工具新的方法出现 然后这知识就不断更新是循序渐进的 数据科学也一样 如果你做科研没什么问题 你在你原来行业做什么没有什么问题 那这个东西你就没什么好担心 然后还有点就是说数据科学有没有年龄歧视 对吧 三四四岁转行 对吧 那你在美国在比较久你就知道 美国总体来说年龄歧视是不明显的 不能说没有 但是这是不明显 对吧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同学能够转行 然后此外的我们这边同学的年龄段 大概都是在比较多都是在30岁到50岁之间 三四十岁同学的比较多 我们同学中最大的是50多岁 50几我这具体不说了 这是我们的具体情况 好那我现在来回答大家的问题了 我看见 有同学问说我们数据统计的学员都是有绿卡的吗 不是 我们这边有绿卡当然更好 但是我们这边有很大一部分同学 像我刚才说了吗 有好些同学他都还没毕业呢 对吧 他还没毕业呢拿来是学生签证 他们毕业以后拿来是OPT工作 那这边我们有同学还有的是H1B 他已经在个行业里面抽到H1B了 他H1B转 还有同学是有H4的公卡 这是总的来说 只要你在美国或者加拿大 或者任何你所在的国家了 你有本国的合法工作的身份 都没有问题 当然有绿卡有永居或者公民 当然最好 对吧 但是没有的话也可以 好吧 我们同学同学就是 怎么样的形成都有 怎么样的身份状态都有 好的 有同学问说 在线报名 Sumi以后多久会有回答 你今天Sumi的话基本上晚上吧 最迟不会到明天晚上 就是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们的支撑部门 好像小助手 工程师 市场部门都在国内 所以有一定的时差 所以说你报名的话 比如你今天报名 他应该到晚上的时候 他们就会收集数据 然后他就会联系你好吧 这个学费支付的渠道 我们这边是有 我们是用quickbooks 就是你直接 我们会给你邮件里面发这个信息 然后你直接转账以后 就会直接生成回收据 我们这边就直接入账 就可以报税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小助手跟你说 国际学生如何支付学费 我不知道你国际学生什么概念 你具体问题 你可以到时候问一下小助手 或者问一下我 好吧 然后早鸟票的截止时间是2月19号 是2月19号 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2月19号 我doublecheck一下 我应该是没有记错 是应该 这个在我们网站上都有 在我们网站上都有 应该是 我看一下 给我一下 2月19号 2月19号也就是明天 啊 早鸟票是2月19号 不是2月26号 2月19号 好吧 有同学问我说 我们没有统计加拿大的数据 有没有了解过加拿大大致就业情况 比美国差多少 我们其实加拿大同学的就业情况 整体来说 从就业率的情况来说 是比美国好的 那个 但是薪资的话 薪资的确是差一个档次 这是我们加拿大的同学到目前为止 至少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说出现过找工作 没找到情况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 找工作同学都是百分之百 所以就业率 美国这边因为人的基础大 大了以后就会出现一些比较 就会容易碰到一些不可看力 比如家里面有些事情 自己职业规划发生变化 之类的情况 然后不找工作 金拿大那边可能还是技术少 现在加拿大可能有十几二十个同学了 但是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找工作都是百分之百成功 所以就业率是更好的 但是薪资的话 整体来说比美国差个档次 大概是十多 大概十万澳元 我有样子十万澳元 十万澳元到二十万 不是家园 十万家园到二十万家园之间 比较偏近十万家园 所以说你换上汇率的话 就只有美国一半的那么多了 澳大利亚也差不多 澳大利亚也差不多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情况非常相似 但是加拿大的情况好像比澳大利亚稍微好一些 澳大利亚好像整体的数据科学发展 还是比较更晚一些 然后欧洲那边也是 欧洲好像也发展情况也比较晚一些 比较就是属于发展早期 还有日本也是 整体成熟程度来讲 美国更好一些 但是同学率 在澳大非常不错 澳大利亚到目前 澳大利亚人是更少了 但也是百分之百 对吧 有同学会说presentation 比如提到有同学没有跟住节奏的情况 举一些实例 包含哪些情况 没有跟住节奏presentation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前面说的是presentation的时候没有跟住节奏 我想的是说 爷爷同学没有跟住我们的求职的节奏 然后有我们很多说的情况他没有去做 比如说我们要求你面试以后要把答案都 就是那个题都记下来 他不记 他说我脑子好 对吧 脑子再好 对吧 好脑瓜 不如那底头 没有记下来 没有记 然后也没去准备 他我知道该怎么说 所有这些同学 说我没有记 我知道该怎么说的同学 基本上找工作 就会出问题 盖莫能外 比较典型是有个同学说 我觉得我回答很好 但是面试官就是不喜欢我 然后问他你怎么说的 就可以你教我那么说 不要我说我教你怎么说 你把你说的东西写下来 你可能一写下来 你自己看一眼 你都会发现有问题 对吧 这是我们经常说的同学没有跟住节奏的情况 这是一种情况 很多了 还有就是说我们说该投简历的 说我现在有事情 我晚上我晚阵子在投 总体情况就是说 跟住我们说什么 你做什么 这也是很多博士一个问题 对吧 我们说怎么做 他不是去做 他要反过来问我为什么 我这也是很多这件事情 就是我不想去解释 因为解释起来 第一解释起来要很长时间 你做到这么多时间里 你完全可以去学习 第二个呢 就是你没有工作 给你说为什么 你也未必能够递字 对吧 很多同学都是找到工作以后 工作一阵子 再回过来一下子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 对吧 所以说还是这句话 我先吐槽一下 对吧 来我们这边学 我们说什么 你就做什么 这都是学的教训 对吧 第一不要说 不要问为什么 第二个呢 更不要说 我不同意 你要不同意 你就不要过来 对吧 这没有必要 也并不是我们这边 一定能帮助你 对吧 这是调调都路通过 这是我们这边 有我们的总结 来我们这边学呢 就是跟着我们节奏来走 教你做什么 就做什么 对你有好处 有同学问说 除了数据科学家之外 还有什么位置的课程 一个我们现在还有一个DACAM DACAM的话 现在已经开班了 你下一期的话 要6月份 就是这位同学 我不知道你具体什么背景 你如果同意说下来 就是如果你是博士 或者是有工作经验的硕士 就可以报我们DS的办 如果你是新毕业的硕士 或者本科 你最好是报DA 好吧 因为从我们经验来讲 不太容易找找DS 还有个同学问说 CHATGBT会对NOP翻向DS 造成怎么样的影响 其实基本上会问这种问题的同学 对NOP都不是很了解 CHATGBT的出现 CHATGBT做得不错 这真的做得不错 但它并不是像孙悟空一样 从生活风里奔出来的 它是其实在这个翻译上 它已经做了很久了 这种就是pre-trained model 这种generative的model 其实做了好久了 这个东西其实是只是说 在前面再往前做了一步 对NOP来讲的话 就是有很多这种pre-trained model 可以作为一个外在工具 从很早开始就有了 CHATGBT也就是再次提供了这么一个东西 好吧 然后你对NOP的方向的同学 不论是NOP的方向 还是其他modeling data算币的方向 很重要一点 是你要知道公司的业务是什么 你要知道模型能力的capability是什么东西 对吧 你只要有哪些工具 哪些工具可以用来解决什么的问题 然后CHATGBT只是工具箱里面的工具之一 它从本质上跟那些什么 Watervex,Gloves,什么Bird 什么那些东西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区别 甚至什么NOTK,Space 都没有本质的区别 它们只是一个工具 对吧 然后你作为一个modeling data scientist 做NOP方向的话 你要理解的是你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做什么业务 然后这些工具怎么能够怎么样翻译到你 好吧 大家有很多学这么问好也非常感谢你问这个问题 早鸟票是19号全部付清呢 还是设计就可以 早鸟票 这个付款你是不是报名就付款的 你首先得能做我们派出39道题 并且通过我们的面试才会让你付款 并不是你想付款就可以付款的 因为我们这边你付了款 我们就对你有责任 这个事情 所以说你19号你只要报名就行 好吧 19号是报名就行 并不是19号要交全款 报名完以后 我们会争取在两周之内 就是会把你的派出39和面试骨做掉 然后使得我们不会到后面很赶 好吧 所以说你要你先报名吧 你我们还不确定你是不是适合我们的DS CAM 有同学问一下说医药方向的DS好找吗 生活工程master be a new grad 得到分DA都不sponsor DS又觉得我现在支持不够 你这个问题问的就不是特别对 好吧 在我们这边找工作呢 不要确定特定的方向哪个特定的方向对你 其实看中你的简历呢 要通过实践去证明 所以说我们这边基本上会管撒完 一开始是先管撒完 先确认一下哪些方向对你感兴趣 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个同学也是生物的new grad 然后他找到的是一个咨询公司 一个四大咨询公司的DS DA不是DS 对是DS 好吧 所以说医药方向你生物工程未必要早就有反向 这第一个 并不是所以这问题问的不对 好吧 第二个你投大部分DA不sponsor DS模型支持又不够 这个要具体看你怎么投 的确DAsponsor比较少一些 对吧 我不知道你现在什么情况 你具体问题的话 我可能还得看你的简历 这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找工作 它是一个多参数的过程 好吧 不要觉得是一个参数就一定才有什么作用 你这边会不会是简历写的这种问题 是吧 而且这也取决于你到底你到底现在是已经毕业了吗 你之前有没有实习经验 你之前项目做怎么样 对吧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都是个问题 所以说你你问这么两句我没法回答你 好吧 比如说医药方向DS好找吧 有的人好找有的人不好找 听晋制对你来说没有意义 好吧 所以说没有看你之前我不知道 我先回答YouTube的同学一个问题 YouTube的同学问说每年什么时候开班 每年的我们春夏秋冬都有 因为是3月份6月份9月份和12月份 然后3月份和9月份是标准班 6月份和12月份是快班 这么问问题同学可能对我们不正很了解 就是说你可以先加我们的微信小助手 好吧 先加我们微信小助手 然后呢就是 那个 怎么说呢 就是那个后面的时候就是我们会把更东西告诉你 好吧 对这个同学啊 这同学问的问题就是很经典啊 就是说现在大厂都在裁员 啊 说那个参加不看的的话 会不会被裁员的主要目标 同学 现在的裁员 你现在来学半年以后才会开始找工作 如果大厂大厂下半年有会裁员吗 我不知道哈我不知道 我并不说会就一定不会 对吧 我我说直接点你千万别别介意哈 我觉得其实这么问问求求同学都是在客中求见 啊而且就是裁员 为什么是会裁不看着这类的那个转寒的同学 可外有哪些人不是转寒的 对吧 其实有可能我我就因为我经常被问这问题啊 就是可以说实在就很多同学对这个东西其实本身的看法并不是特别的了解 啊 所以说这个才会有类似这种问题 啊 那其实那个你你会所以你会去查一下其实大部分的DS都是转寒的 啊 然后所谓的DS Master 那个那个 那个所谓的所谓的科班哈 你要去看他们的课程 也了解到这个行业界的支持以后你就就不会觉得他们这个科班会有多大的一个版主 好吧 当然这东西你们现在也不的确是不知道这都是要工作以后才知道事情 好吧 但是你要这么问的话我就告诉你简单回答不会好吧 而且现在才哪个呢你现在还没有入学呢 你学完以后开始找工作都是半年以后的事情 好吧 啊 有同学问说除了面试相关的没有格助节奏有没有技术不达标的情况 家庭情况家庭情况比较多 技术不达标的啊 只要是我们这边 哎呀技术的不达标有什么 真不能说完全没有啊有会会有个别 但是他之所以技术不达标也是没有跟住节奏 我举个例子 好吧 有个同学 他对技术学习他就完全没有概念 他为什么没有概念呢 他来学的时候 但是他这同学也是但是我吸一软放在入入入的啊 其实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其实不太适合啊 应该吸引一些的啊 但是他当时情况比较差我就放他入营 入营以后呢他非常着急他非常想快点的的找工作啊 然后呢我们刚开始学 他就要我把他改进去 然后就跟他说我看完以后就觉得他对数学科学完全不懂 他就意识的往往上凑啊 他就找了几个猫子 他觉得是不那么回事 他就把他紧紧往下凑 而且还还告诉我说能不能帮他去这么讲过去 我说我们不是这么做的 我们这边是在你学你真学懂了 你学懂了以后你就自己弄 对吧 但他不干他说我非常着急 我现在就要找工作 我跟他说找工作是很客观的 不是你着急他就会找工作的对不对啊 那他就听不进去嘛啊 那这种情况呢 他到很后面的他们班都找工作了 他就还没找工作 他也很着急他越来越着急了 对吧他人都快崩溃了啊 他也很难对吧 这个后面他也挺下来了 那后面也找工作了对吧 那是我就跟反复跟他说对吧 我说你这边你花这么多时间 拼命去印凑去试 你不如把这时间静下心来 好好观众我们节奏 把这些概念全部都弄清楚 对吧 这就是一个情况 有没有这种技术不大概有 比较少了 基本上就是我们这边找的都是理工科的硕士或者博士啊 那基本学习能力和数理工具都有 技术上不太容易出文啊 家庭情况的有啊啊 我们这边很大的因素就是说那个就是 考到一半不找工作了 基本上都是家里面出现什么情况 然后他那个迫使他没法找工作 对吧 所以说来学之前这个我没办法的 这东西值你们自己跟你们的队友商量好了 看下怎么怎么去处理 好吧 我来我开始targeting L4L5L6 这位同学我想问你 在不同公司这些L4L5L6是一样的吗 如果不是一样的话 你问的是哪一个 对吧 而且L4L5L6他们具有什么区别 什么东西能够让你就是能够有这些区别 那还是看你自己面试的情况 好吧 我们这边有的同学上去以后的确是 甚至拿出列的大部分同学拿到是新年 但也有个别同学拿到了一些 叫做 有没有这些principal我不太记得了 但是我们有直接拿到三个 DataSense manager staff有几个 principal有没有直接拿到 我不太记得好像有 有一两个是拿principal的位置 对吧 我们这边就是系统的大家过一遍 然后把那个知识系统掌握好 然后把你的面试准备好 然后你掌握到什么程度 你就能拿什么样的程度的位置 好吧 就是这个认识很高 完全靠你自己 并不是我们这边给你代引学完 就是一样好吧 内容都是一样的 你掌握的程度 决定了你拿怎么高的位置 同时你可以看我们之前的 那个薪资的分布 对吧 8万到30万左右 行 这个问题好像全部都回答完了 这是这些问题都非常的典型 也非常感谢大家来提这个问题 那如果没有别的问题 我们差不多就这样子 如果你没有别的问题 就是联系我们的微信小助手 如果你们是已经之前 就知道我们的情况了 而且也决定说要来学了 那你就我们的训练引爆明 就是这入口好吧 然后就是明天是早上票 最后一天 还有同学问问题是说不想搬家 居住地又没有500份工作可以投 你怎么办一个生意工作 这个同学你好像明显对目前行业 不是很了解 目前数据科学家的岗位里面 绝大部分还是remote 好吧 我觉得很多同学可能的确对我们不是 不是那么了解 如果不是那么了解的话 不一定要敢这个camp 多了解 磨刀不误砍柴工 我们之前有很多的视频 有很多的分享他们的经验 都可以去听一下 先把这东西想好了 是不是你想走的方向 然后你是不是愿意去走这个事情 然后他们是怎么去找工作的 先把这了解清楚了以后 你再过来来学 这来得及 不要着急这一下子好吧 那个youtube同学问英语不好 找不到工作吗 我们没有好吧 我们这位同学的确很多同学 英语不是很好 但是我详细的说一下 就是说在我们的camp里面有句话 如果你的人物设定建好了 你碰到的面试体绝对不会超过30道 大概在20道左右 你把这20道问题都准备好 念什么 你的英语怎么可能会不好 好吧 如果跟不上节奏的人 没有会说因为英语不好 技术不好找办公司的人 还有问题 有个同学他是不是给妻子问的 学习文科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国内硕士 没有DS基础 特别想转这个行业 这一图身份同学这一图身份 我们这边绝对不给你保护 好吧 你这一图不是一个可以长期工作的身份 我知道你这一图可以拿公卡 好吧 你可以来学 但是我这边不能给你保护 你身份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好吧这一图你自己这万都没有能过来 你最好是你开始生绿卡以后再考虑这个事情 如果这个事情还比较久呢 就是你文科的确会有影响 但我不知道他这个硕士到底做什么东西 如果硕士里面没有任何定量的东西的话 那的确没办法 你是比如英语语文文学里面全是比较文学 没有任何定量的一些东西的话 的确没办法 那你现在如果你是J1他是J2 对吧 那你想给你后面想办绿卡 或者想转身份的话 那你还这么长时间呢 对吧 那我觉得你如果是这种情况 我会建议他去读一个master 好吧 如果你是理工科的硕士 或者博士 没有必要在读学位 但是你要是文科 而且你学的东西 完全没有任何定量的方法和应用的话 那我还是建议你去读一个学位的 好吧 而且我们这个有个同学是这样子 有个同学他也他现在在我们DACamp 他之前也是来找我 然后呢 我但是也没有同意 然后我给他建议就是说先去读个硕士 时间很快的 对吧 他报完以后去读硕士 在读硕士期间就可以来跟我们学了 然后等到那个 甚至在硕士找实习的时候 或者找new grad的时候 那时候就可以找工作 好吧 所以你这个情况的话 我不建议你现在直接来学或应转 其实这个gap还比较大 还有同学文科 国内文科硕士 战性主妇有利卡 可以转上DDA 这位同学也是一样 你最好是在这 就是联想入手 好吧 然后后面来跟我约个时间 我要看一下你整体的文科硕士里面 到底你做了什么东西 对吧 你这个文科硕士里面东西 是不是有定量的东西 但是完全没有 也没办法 好吧 还有同学问说 接下来做新的位置 会不会因为实际工作不足 正式工作更不上 不会的 不会的 哎呀 不是吹 咱们初学同学都很能打 现在的情况就是 整个数据科学领域 鱼容混杂 鱼容混杂 有很多数据科学家都飞上水 我们这边初学同学 基本上就是能够 我们这边初学同学 就是应该是远超目前行业里面 数据科学家的平均水平的 而且就是我们也经常跟我们同学说 就是不要指望 你学完以后出去 别人能懂你在做什么 别人都不懂 你要告诉他们你在做什么 好吧 而且很多同学也反馈就是说 去就是他们找工作以后 就是那个工作一年 所学到东西都不如在我们看不去的多 这也是很好的问题 我以后可能要专门进行回答这个问题 有同学问秋季班冬季班几月开 秋季班9月冬季班12月 好吧 就是你们如果不在我们任何群里面的话 加我们的小助手 加我们小助手 其实我们很多同学来报我们camp 都不是说单独到我们就报的都是跟我们了解 都是跟我们了解了很久 对吧 在你们真正来学习之前 最好是多了解一下整个行业的情况 多了解一下我们的情况 不要着急 欲速则不达 好吧 学费多少 对吧 看我们的训练营的入口 早点是8800 然后没有早点是9300 当然我们这边上面没有写的 就是我们这边也允许是说你的情况 如果我不过如果就是说你的各方面情况都可以的话 可以先交一部分押金 交一部分押金 然后找到工作以后 交一个月的工资 那是这个也是一个option 但是我们没有这么写出来 但是就是学费的话 就可以到这个报名日后去看 你们有非常详细的这个课程安排和这个费用 好吧 还有别的问题吗 我看一下 这个问的问题都非常不错 都很有代表性 Promotion code是什么 Promotion code连续小助手 好吧 别吸引小助手 然后小助手会根据你的情况给你一个Promotion code 好吧 这边就是8名路口在这边 有任何问题问小助手 Promotion code 问小助手 小助手会给你一个Promotion code 好吧 行 我觉得差不多了吧 我们时间已经超了比较多了 然后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加小助手 或者在我们群里面 在群里面问 我后面如果还有别的问题的话 我都会在群里给大家进行回答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吧 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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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